最近消息 外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 出现一名手拿着线弹枪的60几次男子 疑似做事要当众开枪轻声 这起突发事件迫使联合国总部紧急封锁 大批重装警力到现场 经过几个小时谈判 男子才主动投降 警方表示 这个男子在现场 怪罪联合国为世界带来负面的影响 后来警方答应他的要求 转交部分文件给联合国 他才同意缴械 警方表示 整起事件跟恐怖分子没有关系 嫌犯也并不是联合国的前职员 现在已经将他转送到附近医院接受评估